一个活动 我就是变成主办单位 这个活动是纪念释迦摩尼佛 2550周年 活动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世界的贡献 你看这么好的题目 联合国从来没有搞过这个题目 这不是祖宗安排吗 三宝加持吗 所以我们就答应 我们去办这个活动 目的何在呢 两种事情 第一个告诉大家 要想世界和平 必须要团结宗教 所以我第一句话的时候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第二句话的时候 社会要和谐 必须要落实 能力道德英国的教育 人民是可以教得好的 我们在巴黎的活动 办得非常成功 有深有色 所以 汤池这个中心呢 是做给外国人看的 是做给联合国看的 做成功了 我在筹备期间 就给几位老师谈到这个事情 做成功之后 交给国家 所以诸位要晓得 现在中心 我早就交出去了 诸位要到中心参观 直接跟中心联络 不要找我 我交出去了 我不能再过问 那山东庆云 他们那边的领导 到汤池去参观 很受感动 看到这样一个示范镇 他们发行 要做示范县 我非常赞成 好啊 安徽有个示范镇 山东有个示范县 将来再有个示范省 哦 那我们的国家 有救了 所以我非常赞成 那么他们呢 也建一个书院 庆云书院 书院在最初 我担任法人 跟着院长的民意 因为在国内 办这种教育 这不是普通教育 主持的人呢 是境外人士 是不允许的 那我常年住在外国 我了解国内的状况 所以我也就辞掉了 这个庆云的 这个书院的院长 跟法人代表呢 都是侯玉学先生 他是内蒙的一个企业家 由他去接班 所以 诸位同学 一定要知道 也希望你们 大家 告诉大家 我在国内 没有任何事业 如果要有人 拿着我的民意 去捐钱 那是错误的 我没有任何事业 我只有继续讲华严经 这是我一生 唯一的一桩大事 那么我在家乡 卢江 十几禅寺 这是我故乡的一个庙 我帮他建立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讲堂 建立一个藏经楼 这是报 家乡之恩 那他请我去讲经了 我也很欢喜 他不请我讲经了 那我在香港 在国外 也很方便 尤其现在讲经了 我们都是用网络 用卫星 所以不必拘束在一点 哪里有缘 就哪里去 这样就好 我不想再做任何事情了 我年岁大了 只想这些效果 能够让国外国 那些真正从事于世界和平工作的这些人 建立信心 我们要想和谐社会 要想和谐世界 必须团结宗教 必须用古圣先贤 就是能离道德因果的教育 来教导全世界的人民 那我们要问了 能接受吗 能 我在新加坡讲 能接受 在马来西亚讲 能接受 在印度尼西亚讲 也能接受 在澳洲讲 也能普遍接受 我这才真正明白过来了 圣贤的东西 宗教的东西 它是从人性里面流出来的 只要是人 但人性本善 这是纯净纯善 没有不欢喜接受的 所以我们中国 如是道三家的学术 可以说 超越时间空间 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受到大众的欢迎 我们从实验当中 坚定了信心 所以这才真正解决问题 才能改变我们的现况 他这个小题目 说 如何使人们不再饮苦是毒 减少杀到淫妄的精神 污染 听闻起地 正知正经的教会 这个旧世界 我常常说 我第一次 跟凤凰 董事长 刘长乐 见面 我就告诉他 现前这个社会 有年重人 可以救世界 也可以毁灭世界 他说哪年重人 我说第一种 国家领导人 第二种呢 就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 他听到笑起来了 媒体的力量太大了 如果凤凰电视台 每一天晚上八点钟 这个阶段 所以是黄金的阶段 能够播出 能力道德英国的教育 一年 全中国的社会 安定了 他能做得到 如果为了要赚钱 说是人 收视率 人喜欢看啥道英雾 喜欢看暴力色情 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这是怎么 打开电视镜 没得看吗 就只好看你这个 如果有正面的 他就不看你的了 第二种就是 国家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 一下觉悟了 他可以下令 全国电视台 每一天一定要播两个小时 能力道德英雄